其實日本政府在對中政策上 其實一直是往右偏移的 光譜是往右偏移的 而且是持續右翼 你說石破茂 他說要建立亞洲版北約 他說要在軍事上跟美國實現對等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 傳統右翼陣營的言論了 你要把石破茂這個 亞洲版北約也好 或者是跟美對等這個言論 你要放在20年前 這是不得了的 其實選什麼都選不上的 嗨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一期的 《亂中有序愛台客》 我是山官亂 台日關係在這幾年 我們都知道在非迅猛的發展 基本上在台灣 人人都會說了一句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但是我們都知道 日本這個國家 它是首相經常更換的一個國家 所以最近自從安倍之後 還有菅義偉岸田 最近新的自民黨總裁 新選的出來就是石破茂先生 那麼根據自民黨 他現在是日本的多數席位政黨 所以很有可能 基本上沒有什麼懸念 他就是石破茂將成為下一任的日本首相 但是石破茂先生 他這個人就是大眾媒體上 對他是有一點爭議 但是爭議並不是說是不好的意思 而是大家會去討論他的立場 包括他對台和對中的立場 所以有人說這個石破茂 他在對內政上 比如他在美日同盟上 他在對整個亞洲的防務上 他提出的一些策略 可以說比較激進 他要形成亞洲的北約 但是另一方面 大家也覺得他對中國的態度 可能要比他的前幾位 都要軟化一點 或者說理性一點 那麼對台灣他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政策 那些台灣人非常關心的 但是八月份他其實也帶隊來參訪了台灣 那麼對於這一個接下來的這一位首相 大家到底關心他什麼呢 不僅包括台灣人關心他什麼 也包括中國人關心他什麼 我更關心的是在台的 在日本的華人到底關心他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長居日本的這個中國歷史學者 同時呢也是前著名媒體人 也是現在的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 贾佳老師 贾佳老師你好 大家好我是贾佳 我是老朋友 你好 今天看起來很年輕 就是現在我們就是 其實從史帆帽當選那天 到現在基本上已經討論的 非常非常的熱了 為什麼 因為對於台灣人來說 很多比如 台派啊大家本以為也期望是高市早苗 而且高市呢他在第一輪的時候投票呢 也好像也的確贏過了史帆帽 但沒想到呢後來這個 史帆帽逆風翻盤了當選了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台灣這邊的風向 我特別想我特別想因為你現在你是你也屬於一個跨文化 跨國界然後也是對中國和日本觀察都特別多的一位學者 那麼就你現在觀察你覺得如果台灣人對他有所擔憂的話 你覺得對於中國政府來說 你覺得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尤其是最近中國政府跟那個中國跟日本之間發生一些摩擦 雖然正在緩解之中但是呢在這個時候史帕帽當選 你覺得他是中國政府虛妄看到的 我覺得相比那幾個一共有九個候選人嘛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說有實力來問鼎首相寶座的其實就是三個人 但是在這三個人裡面其實我覺得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如果從北京的角度來講的話是不管自民黨選出來誰 北京的是被迫接受的人選 因為他並不能干涉自民黨的選舉 他甚至試圖有干涉就比方說我會覺得那個海產品的解禁 放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之前就是一個有意的示好 就是給了一個這樣的一個大禮包 但我並不認為說北京期待的人選 或者說北京對這個九個人選都做過 都做過相應的背調或者是說或者誰會比較好欺負一點啊 對對中國的態度會軟化一點啊 我覺得這個這個很難的 因為這個是自民黨總裁選舉歷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 而且那個大眾看好的那三個其實就是就是小權和高士 還有石破這三個人其實都不是太好搞定 都不是太好搞定 對於中國來講的話他們都是友誼啊 就是說如果從這三個人裡面找一個說對華態度稍微好一點點的 或者人頭稍微熟悉一點呢我猜應該是石破 但這並不意味著說北京會跟他關係很好 或者說北京會覺得他好拿捏 我覺得也是那個外界的誤讀吧 不應不應當認為說石破去過中國 或者是他有很多的這個中國朋友就認為說他會很親中國 我覺得也也很難去下這個結論 因為整個親中這個議題在自民黨總裁選舉當中 就是不管是看左翼的媒體還是右翼的媒體 他其實是蠻少被提及的 蠻少被提及的原因一來是說他是首相選 自民黨總裁選舉本質上其實就是首相選舉嘛 他其實他更應該是日本內政 他會去看這個人 首先是看這個人在黨內的各個派系的這種關係 他能不能協調好這個各個派系 然後再看就是說他這個人的具體的政策是什麼 這個當然指的是國內政策 那比方說石破一上 然後日經就黃墊 然後接下來大家還會判斷日元會長 因為他的經濟政策跟高市的經濟政策幾乎是相反的 這塊是日本媒體最關心的東西 因為之前出了深圳還有蘇州那兩起案子 就是說中日關係最近一段時間並不是那麼好 就是媒體也會比較有意的在選舉的時候 比較少談這個中文因素 因為擔心把中文因素引出來 他萬一成為一個主要話題的話 他會偏離就是說 這一次關於日本內政的這種選舉 所以我覺得日本媒體也是極其謹慎的 就是我看過的好多評論裡面 就是在選前還是選後 其實這部分都是講的最少的答案 你這麼說的確是 就是其實大家現在不管是台灣媒體 還是我看到其他外媒 其實大家對這個石破冒的整個對中的政策 都是看他以前的作為 我覺得比較經典的幾個大家的依據 我看見你也談到過 就是比如他曾經去過中國七八次 具體多少次他也不記得了 然後他曾經在可能幾年前受訪的時候 他說很想每年去中國一次 當然這個是不是客套話 我們也很難講 因為基本上一個他當時還是一個官員嘛 那麼他曾經在2003年的時候 他當時就是和當時的中國國人部 那個國防部長曹剛川 他什麼在舉行宴會的時候喝下70杯茅台 這個是被媒體機場引用的一個梗 而且他說自己70多杯茅台還完全沒罪 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就說 因此大家就判斷石破冒是一個親中派 那麼大家很擔憂他上任之後 未來的中日的走向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中日這個走向沒這麼好看 因為從2002年以來就是中日關係一直往下跌嘛 就從石破冒和茅台之前中日關係開始往下跌了 我們知道從小泉到安倍 其實都是再到後來的減 再到後來的岸田 其實日本政府那個在對中政策上 其實一直是往右偏移的 這光譜是往右偏移的 而且是持續右移 你說石破冒 他說要建立亞洲版北約 他說要在軍事上跟美國實現對等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非常非常傳統右翼陣營的言論了 你要把這個把石破冒這個亞洲版北約也好 或者是跟美對等這個言論 你要放在20年前這是不得了的 這是選什麼都選不上的 所以我們明顯能看到這個這個光譜右移的這個這個趨勢 所以如果在這個光譜裡面選上的人極意味著說 他是跟光譜的這個右移是適應的 甚至是同屏的才可能被選上 高氏沒有被選上是因為高氏連黨內都覺得他有點過於右了 就比如說參拜問題 參拜問題這個其實是過去日本政府 跟韓國跟中國政府發生局域的很大的一個因素 就如果你首相參拜的話 必然會引起了鄰國的這個反對 但石破冒在這個問題上他會稍微的理性一些 就是連自民黨內都會覺得說 主張參拜是一個過於激進的一個主張 我們要知道就從這個應該是從哪一年從86年還是85年開始 就是天皇已經放棄參拜了 然後接下來是首相的問題 那首相其實過去參拜的首相比方說像小泉比方說安倍 他是以私人身份參拜 而且會在避開8月15日這個敏感的日期 會在8月13或者8月17去參拜 而且他們都是自己打車坐出租車去 然後坐這個首相官邸的車子來表明他們確實是私人身份去參拜 但是高氏從來就沒有承諾過說我是以私人身份參拜等等等等 所以高氏的這個主張對於傳統的自民黨來講的話 他已經有點走太遠了 就是還有很多人把高氏從性別角度去看 覺得說哎呀你看女性在日本政壇就是混不上啊 就是這個日本的女首相遙遙無期啊 這個不可能啊 所以因日本人就是因日本官場討厭女性 但是其實不是的 其實是自民黨太清楚就是說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首相 所以我覺得像石破這種態度 恐怕是說自民黨高層裡面對華的這個主張 算是比較有刃有餘的那種吧 我也不能說他左也不能說他右 因為目前看上去就是你也只能這個樣子 比方說我們再回到說他要 表示每年到去去這個去去中國這個這個訪問 可是我們要知道說日本作為中國第二大這個投資國 他跟中國這個關係是極其緊密的 我們也能夠看到說過去這麼多年 這個中日關係一直雖然一直在往下走 但仍然有一些照顧中國在華的日期 以及從照顧在華日本那個角度出發 就是你要跟中國的關係也要不能變得那麼糟糕 那在外務省的角度看來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在表面上維持一個 跟中國相安無事的這麼一個狀態 那這麼多年我們看上去說 可能日本方面很努力 但是中國方面並沒有那麼珍惜 那個導致這個中日關係 那越來越差 如果日本方面有政客說 我願意一年去一次 或者說我願意多多次訪華等等 我覺得在日本的語境之下 它是成立的 因為你就是一個 東亞大陸上最大的這麼一個鄰國 而且也也很不省心 那你說讓周邊小國怎麼去對待它 那就是小心翼翼 然後盡量保持相安無事 那這種情況就是說 一定是說周邊小國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 要比那個中央大國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 要多得多才可以維持這種相安無事 所以我覺得他說訪華 怎麼每年訪華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2019年的時候 那安倍內閣還邀請中國領導人要來訪日呢 只不過因為所有的程序其實都已經議定了 只不過是因為那個疫情突然爆發 才把這件事情擱置了 那後來在疫情當中又發生了很多局 就導致這件事現在看來起來是被永久擱置了 那新的首相也不會再重新 就短期也不會提出這樣的一個 不會提出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們去留意啊 就是說你親中不親中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日本一單方面的問題 我們這位領導人從2012年上任以來 他就沒有訪問過日本 從來沒有 那我們可見就是說中日關係的惡化 其實我是覺得日本的責任其實要更少 還有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對那個 對日本對中國那麼多無私的援助 那做了那麼多事情 那後來發現 都是奈何明月照溝渠這樣的結果 所以日本現在也心涼了 那加上最近幾年有各種小粉紅 各種小留學生在日本搞事 就是確實讓這個觀感變得很差 就是我們能夠看出說這次高市早苗 為什麼有這麼高的人望 尤其是我們在互聯網上 看支持高市的人太多了 甚至是呼籲他什麼去建設什麼一個新黨 這個背後都是有民意支持的 也就是說自民黨的這種間接選舉 它其實裡面它是有代表民意的部分 為什麼要讓國會議員投票 因為國會議員背後代表的是民意嘛 所以呢 這種右翼的聲音 經過這幾年 中日關係之間這種這種摩擦變多 所以這次支持高市的聲音 變得這麼高漲 我覺得是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不僅是日本人 有些在日華人他也支持什麼高市當選 但這是可能是我們接下來要聊到另外一個話題的 我再說到那個茅台那個問題 其實石破在回東京之後 他就接受了這個電視台的訪問 講跟曹剛川喝酒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個是正常的外交場合的 外交場合的這個 不能叫比賽吧 就是正常的一個交往吧 就比方說那 連戰馬英九他們當年去大陸 那喝茅台也是很喝的 所以茅台這種東西 它是被中國的外交領域 它視為這個最高國力 拿過來款待外國客人 而且這個是2003年對吧 2003年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石破在做防衛廳的長官 他很年輕 因為當時他沒有身為防衛省 當時叫防衛廳 他級別是比較高比較低的政治局級官員 但是跟中國那個相對應的就是國防部嘛 那當時就是曹剛川出來出來這個接待 那曹剛川年紀大了喝不了那麼多酒 然後就就是請了一邊上的一幫 一幫年輕軍官說 那那要陪日本客人喝好 那就輪流灌呗 那石破貌子厲害 那就是我一個人頂住了他們十幾個人 那就喝七十多杯 那平均下來每個人 那邊每個人可能五六杯七八杯 也就這個樣子 我覺得那是一個蠻正常的場合 就是我覺得在中國外交領域 其實這種事情還挺多的 就是是一個挺常見的事情 也不是說喝七十多杯茅台就關係好 那其實那不是曹剛川喝的 如果曹剛川跟石破貌兩個人 一人喝七十杯 那我覺得曹剛川是石破貌是真好 哎 那後面就像病人 累得累得瓶兒吹啊 這個事 那說到這兒 我們跟剛才說的那個中日之間 那你覺得接下來就是台日之間會怎麼走呢 其實台灣媒體啊 還包括一些媒體人呢 這些KOL現在對他比較擔憂的就是 因為一個是剛才我們講的嘛 就是他看起來過去的言論啊 還有各方面 就是可能就是 他雖然他雖然整體是憂鬱的 那起碼比高市啊這些 就看起來對中國的態度 軟化的比較明顯 還有呢就是 還有呢當然就是他曾經在 就是對於中國如果要無力侵入台灣的話 日本到底該怎麼辦 他沒有表現出一個很明確的 立場不像那個 不像那個安倍 因為什麼 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 就是安倍說的嘛 但是呢 安倍的那一線的人 包括高市啊 他們就會跟進這個說法 包括那個 之前來的那個馬生 馬生也跟隨了這個說法 但是呢 史破茂他始終沒有就這一個說法 跟隨或者有評論 然後所以大家就會擔憂他 將來台日的政策會怎麼樣 這個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就是台灣人關心台日關係 這當然是 挺有可原的就是 你當下這個狀態我們都知道嘛 就是台灣人在日本水準當中最關心 這個候選人親中不親中 這是台灣人獨自的視角 而且是 而且全世界或者全亞洲 只有台灣人會從這個視角去看 日本人不會這麼看說 首相親中不親中 日本人只會看說首相 是不是一個好首相 乖不乖 聽不聽話 或者是對人民好不好 這個就是內部視角 就是外部視角 那就是台灣會有這個這個這個視角 我是這麼看的就是 日本的對華政策 尤其是在 對這個海峽問題上這個政策 從來都是模糊表述的 因為日本沒有獨立外交 日本的外交是完全是跟隨美國的 就尤其是在對華問題海峽問題上 完全是跟隨美國的 就是 美國在這個問題上表述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模糊表述 我這種模糊表述其實已經維持很多年了 就不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才越來越清晰 比方說 拜登假裝自己那個說錯話了 然後那個畫了條線出來 事後說 我不記得我說過這句話 等等就是去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就是美國最近幾年才開始清晰起來 我們要注意到說 安倍首相長 前首相長的那個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是他卸任之後長的 並不是在任期間長的 那所以對海峽這塊呢 就是日本的領導人在過去很多年 其實一直也是跟隨美國的這種模糊表述 沒有人把它清晰化的 但是你要看到就說他們的那個行為是什麼 行為就是 我跟美國還有韓國搞聯合軍演 然後我們允許這個 美國在沖繩部署更多的導彈 我們允許那個擴充沖繩的軍事基地 我們甚至允許橫須赫這個這個軍事基地 容納更多的這個導彈的位置 從這個Action上 我覺得已經能夠看到說 它是為因應台灣問題做準備的 但這個問題你永遠不能明說 就是這樣你明說出來 它就是一個外交上的大麻煩嘛 就是我們要知道就說 日本現在在這個 台灣問題的這個 這個官方認知上面 還是比較傾向中國大陸的 所以他雖然沒有那個明確支持過台灣的主張 那這就會導致說 他的行為跟他的言語 中間那個分離的程度 背離的程度會顯得比較大 我覺得不要看日本政府 或者日本首相說了什麼 你就看日本政府在做什麼 比方說像防衛省 我們作為納稅人 我們都很生氣 就是說他把國防預算從1%升到2% 但是升到2%的這個後果 我們並沒有看到 這才是生氣的理由 就是說你說那個為了因應海峽問題 為了因應來自中國的威脅 我們是可以升升高這個防衛預算 可是當中國的軍機已經侵入領空的時候 你們防衛省你們在幹什麼 我們沒有看到你們的那個那個行動 日本人很生氣的原因 就是說我交錢可以啊 你得給我看個效果嘛 你不能說我買了紙飛機 那中國飛機來了之後 我們不出動 那有什麼意義呢 那這個可能還是下一階段 我不知道石破茂這個內閣會延續多久啊 最近有人在打賭說他到底是一個短命內閣 還是一個長命內閣 就是在他執政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觀察就是說來自中國的威脅 他會怎麼反應 就比方說解放軍頻繁那個進入日本的領海 或者領空 那過去日本對這種事情是容忍的 那現在你石破上了台之後 你會不會還繼續容忍 會不會繼續這個放任 不能叫放任吧 就是說吃啞巴虧 在這個中國這個領海領空問題上吃啞巴虧 那這些事兒 我覺得恐怕沒有以前那麼簡單 比方說以前的話 右翼的聲音沒那麼高 沒那麼大的時候 日本政府也就忍了也就忍了 或者最多提個抗議 交建一下大使說一說 那如果現在那個年輕人 或者那個右翼的這個聲音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不得不正視的時候 那麼你這件事情是不是要往前 push一下 我覺得台灣人不用焦慮 就是不用焦慮說 日本到底幫幫我們 美國到底幫幫我們 我覺得就是還是要觀察 日本政府和美國這種的實際動作 就是說什麼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那我看到的就是這兩年這個 關於聯合軍演跟這個軍事基地的這個擴充 就是因應台灣問題的 而且這個不是說是自民黨什麼立憲民眾 這個是整個日本內閣的共識 或者是日本就是國會的共識 要不然的話怎麼會 預算那麼輕易的就審批通過呢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不要焦慮 台灣人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慌張 或者是有點擔心別人不幫助我們 但我是能理解這種心態的 但是我同時也希望說 說台灣人應該放輕鬆 應該放輕鬆 因為你看到的那個 現在在日本和美國之間發生的 還有日本即將要主張的這些東西 全都是中共不喜歡的 你看到這點就好了 比方說什麼亞洲版北約 我當然我覺得短期內不可能建起來 但是他既然往這個方向努力 那讓他努力好了 比較關鍵的是 比較關鍵的是 史破茂他要求跟美國這個軍事對等 裡面其實是 有一點是比較重要 他要求美國在東亞領域釋放更多的情報給他 那這個東西是拿來幹什麼的呢 我也只能假設他為了因應海峽問題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真的不用那麼焦慮 日本好像不是無言聯盟的吧 所以他才平安的要求 對 不過說到這樣就是我這幾天我看到了 這個台灣的媒體報道者和自由亞洲共同採訪了一個日本的學者 叫小熊英二 就是他對這個事情上 他有了 我覺得 另一個角度吧 就是想請教一下你 他就說 對於台灣來說 台灣也像你剛才說的一樣 就是好像有一點 敏感和緊張 但是我們都覺得這個東西他應該是應該是一個很必要的敏感 很必要的緊張 就是關於台灣有事和日本有事的事情 但是呢 他說 雖然這樣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日本的幾個現狀 就怎麼來理解台灣有事和日本有事這個事情 我們必須要 他提出了幾點 第一點是 日本韓國台灣 雖然SpoMau提出要建設亞洲的北約 但是呢 我們也看到在二戰以後 日本韓國台灣 其實都分別 分別跟美國簽訂了不同程度的 這種類似於共同防禦的條約 雖然台灣改成了台灣關係法嘛 但實質上是一樣的 但是呢 這些條約它都是單獨的 是它不是 它中間沒有形成任何的整合的狀態 所以呢 你從怎麼樣從這個法律上 讓台灣有事 可以從這個法律啊 或者這個條約上整合為 讓日本 讓日本不得不有事 因為類似於 這種問題 好像沒有解決 也沒有哪一個 這三個國家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去解決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他提出 其實日本 就是 雖然現在日本 不管是民調也好 當然我不知道 這個也是媒體上講的 我沒有看過日本的具體民調 他說日本的具體民調 是現在80%的人都 日本人都不喜歡中國 但是呢 小熊用銀耳強調 他說必須要強調 在日本 不喜歡中國 和認為中國是安全威脅 是兩回事 因為他就舉例 就是說 在之前 就是哪怕是冷戰最緊張的 五六十年代 還包括後來的約戰的時代 當時就連台灣的簽署進去了 其實 但是呢 日本政府卻從來不認為 日本會成為戰場 因為很簡單 他就說 你看那個韓戰發生了 那個朝鮮半島離日本也就一兩百公里 但是那個時候 日本都從來不覺得這個戰火 會延燒到日本 所以呢 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認為中國對日本是一個直接的威脅 他認為這個還需要打問號 那麼第三 就是剛才你說的 這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 美國和日本當局在沖省 要加強防衛的問題 他認為 對沖省人來說 當然我也就是很想請教的就是 這個民間是真的會有這種考量嗎 就是對於沖省人來說 我發現有點像金門人 現在台灣的金門人一樣 對沖省人來說 他們覺得美軍的基地在他那兒 不僅是一個負擔 也妨礙了他的發展 他覺得 如果東亞爆發戰爭 比如像台海要爆發戰爭的話 那麼沖省必然會成為一個 立馬會成為啟動 成為一個軍事基地 他也勢必會成為中國的目標 但是沖省人呢 就整個那個沖省一線 他們會覺得 我又沒得罪中國 為什麼我們要成為 這個 就是 基本上是這三點 就是你怎麼看這個 小熊嬰兒的這幾個看法 當然他這個提醒的很重要的 就是就是你剛才講說 怎麼叫台灣有事 然後日本必然有事 就是他這個邏輯是怎麼發生的 這個邏輯是這麼發生的 就是說取決於北京的這個預判 北京預判說如果他要 比方說 這個武力對待台灣的話 馬上會引起美國的不快 那美國一定會介入 但是多大程度的介入 介入到什麼程度 是動員太平洋的所有力量呢 還是只動員日本的力量去介入 這個程度跟級別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也曾經那個 就是飯局的時候 就是感興趣的朋友 我們做過一些沙盤推演 比方說如果要打台灣 那肯定要先拿下沖繩河 然後橫須河 橫須河是離東京只有60公里的一個軍港 那也駐紮著這個這個 美軍的這個艦船 那沖繩跟橫須河一定要是要拿下來 好了 就是如果基於這個判斷的話 就是說打台灣跟打日本是一回事 沖繩那個美軍基地我就參觀過 就是 他為什麼說在海峽問題當中很重要 就是從沖繩美軍 加首納空軍基地起飛的F35戰機 22分鐘可以飛到台北上空 同樣 22分鐘也可以飛到上海上空 這個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要干涉這個海峽問題 沖繩是一個肯定會使用的一顆棋子 那這顆棋子黨國也知道 那黨國會不會事先把這個棋子拿掉 那你其實就是對日本本土發起了攻擊 那這個顯然就是日本有事 但我總覺得說以目前這個 它的狀態就是 什麼明珠復興或者是國家統一 這件事情還是會爛尾 那我不認為就是說有 我不認為就是說有那麼急迫的那麼一天 就是我們從這幾年觀察下來 就是 就是 當然這是一個另外一個話題了 就是它到底會不會打麻煩 那這些年其實這個問題 每天都有人問 不管你在台灣還是在北京 其實都是這樣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說從台灣到 有事到日本有事這個邏輯上 就是如果是一個理性的一個 一個軍事規劃的話 那日本必然有事 那日本人其實現在 也在慢慢的在接受說 我們可能會被捲入到海峽問題 有好多這個右翼的報紙 會比較強調說日本對於台灣的重要性 因為他們在按照安倍的那框架去 去論述的話就是 如果日本介入了這個海峽問題 保衛台灣其實就是保衛日本本身的民主體制 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在國民共識上面 還有待於日本人的進一步去認知 因為日本人很單純 就是他不會 腦子會拐彎想到這裡去 對吧 他不會想到說我們 而且日本人從小到大接受的 非常非常純粹的平和主義的教育 就是沒有人想過 沒有人想過這個這個這個 和皮界法 對對跟周邊國家發生衝突 就日本人的思維就是很 我舉個例子就是 就是我跟日本朋友那個 他看到上海有人在那個出租車上貼了一行紙說 日本人與狗不得乘坐 然後他就很驚訝 他就說那和貓可以嗎 就是他們的思維就這麼簡單 或者說他們就沒有 沒有像我們把這件事情想的那麼全面 就是而且在最近一段時間 尤其是這麼多中日衝突 底下來考量這個中日關係的話 可能日本人會有更清晰的一些認知 但我覺得仍然在日本人的 對外國人的這個關係當中 中國問題並不是排在前面的 其實就日本國內的這個輿論而言的話 其實他們比較頭疼的先是康爾德人的問題 接下來是越南人和韓國人 就是中國人的問題 並沒有在普通國民那裡排序那麼高 我說的是就是普通中國人的問題 就是在日中國人的問題 那在中日關係的一個層次上面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再原諒一段時間 才能夠讓日本國民和民意 認知到安倍那個高度 要不然的話 你現在就是好多日本人就說 我是討厭中國人啊 我是這個 我就不喜歡中國 我自己不去就好了 我但是我仍然喜歡吃中餐 我喜歡去看大熊貓 我 我還有很多中國朋友一起玩 對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說 要把它上升到一個 一個像台灣那樣緊張的狀態 對日本來講 確實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你說的是很 上升到這個階段 有很長的路要走 還是說 對於日本來說 因為首先我覺得 先不說中日關係怎麼樣 他好像是一個比較大的 也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國家 他好像永遠沒有辦法 面臨像台灣這樣的 這樣大的一個威脅 就中國對他來說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其實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戰後 從四五年以後 這個這幾代人受到的教育 全都是 木林友邦 然後全都是這種 這種平和主義的教育 日語叫平和主義 就是我們就是叫和平 所以 普通日本大腦裡面 其實並沒有說 要跟 要跟靈邦發生 劇烈衝突的這樣的想像 是沒有的 所以才會有那種什麼 山川異域 日月同天 這種捐獻 然後再加上 昭和一代的老人 他們在七二年到九二年 那個二十年間 中日關係 極為密切的那二十年 其實也塑造了這代人的思維 甚至像石破 他成長的過程當他的青年 比方說他三四十歲的時候 正好是中日關係最好的時候 就是他們對於往昔的那些美好 他還是有一次眷戀的 那真正就是說從中日關係以後 惡化以後 比方說2002年以後出生的這批 孩子們這個才二十來歲 或者不到二十歲 那你指望說他對這個中國 有著非常清晰的 或者是比較嚴厲的那種認知 我覺得還不到時候 不到時候 就是台灣人我覺得 在一個民主體制之下 要理解民主體制所發生的那些事情 就比方說日本對華態度轉強硬 一定是基於民意的 不是基於政客的判斷 這個這個 但是我剛才有講說日本的民意 到達那個那個程度 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假如中間 比方說又發生了 比方說中國又在搞什麼 第四次改革開放啊 然後然後又開始對周邊國家 態度軟化啊等等 那可能日本人民又會把這件事忘了 那過幾年就再說 就它是一個動態的變化的 這麼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不能指望於說 安倍首相說了 日本有事是台灣有事 全體日本國民都這麼認為 可能全體日本國民裡面 有一半不這麼認為我覺得 所以其實總的 就你的觀察下來 其實這次石破茂 它就是能夠贏下高市早苗 在某種程度上 它其實還是一種民意的體現 可以這麼理解 對 因為每個人票上那個都是 都是議員票嘛 但是我們知道 石破茂的議員票並不高 就是說它可能 它可能代表了那部分民意 我們也不能定量去分析了 因為老一輩的議員 那些年紀大一些的議員 還有政客其實不上網 他們只看報紙 真的是非常傳統 就是他們對於民意的那個理解 就是說 報紙的報導 尤其是他們信任的報紙的報導 就這個 日本真的是很傳統 所以這也是我們能夠看到說 為什麼推特上面跟Facebook上面沒有 稍微左翼的言論 全是右翼的言論 很明顯啊 因為年輕人都在上網 因為高市的支持者都在上網 石破茂的支持者 他未必 或者他上網 但是他未必會選擇在網上發表言論 這個是在分析日本這個政治當中 就是也是我最近剛剛發現的 就是說 為什麼沒有左翼的聲音 你發現那左翼的聲音 一出來會被罵死 因為到網上顯得右翼的那個聲音 是特別特別高漲 所以可能還要再等等 就比方說昭和這代老人 他們慢慢過去的話 平常一代長大了之後 可能對中國的這個態度 會更不一樣吧 嗯 剛才也說到了就是在日的華人 或者我們就說 他不在日就是海外的華人圈嘛 我看你發推特也在說 你周圍的人對石破茂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可以說那個期待也是截然不同的 你現在認識的這個在日華人 對石破茂也有哪一看法 那過去呢 在推特上的自民黨總裁選舉 我們上推特也十多年了 你覺得有像這次討論這麼多嗎 沒有吧 還有一個原因 當然是因自民黨總裁 這次是參選人最多的一次 九個人 在歷史上是參選最多的一次 所以在推特上能夠形成話題 就是兩個理由 一個理由它本身特殊 第二個理由就是說 來日本的華人越來越多了 然後開始關心日本政治了 不僅開始關心日本政治 而且開始表達 可能有些表達我們也覺得亂七八糟 可能根本是不了解日本政治的表達 但確實是在表達 所以它能夠在推特上形成了一股 我們看得見的這麼一種發言的熱潮 是被我們看見的 對於石破茂是這樣 就是各種評價都有 其實我並不覺得說 在日華人當中 尤其是上推特那些人 就是他對於日本政治有多麼深刻的觀察 我也沒有深刻的觀察 我也是來了日本之後 瘋狂的補課 比方說我看電視 然後借助翻譯軟件去讀報紙 就是有一些補課 但我真的也是沒那麼深刻的觀察 那別的上網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我的意思是說這些意見 甚至包括我的意見都可以不用理的 因為日本政治它是有自己的邏輯的 而且日本政治 過去我以為 我以為它就是一個黑箱邏輯 自民黨長期執政 然後黨內都是喬人選 這種的 但這次看完之後 就說我也覺得說 日本政治在走向透明 但是華人 尤其是在日的中國人 對這樣的觀察 我覺得還是遠遠不夠的 這是我覺得他們的意見 可以忽略不盡 就是我雖然這麼說很得罪人 但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到說 在華人當中有在日本報紙上寫完章 或者是有上日本這個電視上去講這樣的 就沒有了 就是華人在全球各地的這種參政熱情都是很低的 在日本尤其是 因為日本對於外國人的這種規訓 比別的地方要嚴格的多 所以我覺得當互聯網言論 或者是當那種情緒的言論去理解 就可以了 就是 但我沒有必要把它當成一個嚴肅的公共言論去看 比方說有人說施工道長得好醜啊 有人說 她是一個中國女歌手的 一個後援會的一個會長 當然有很多 因此有很多的這種不同的評價 但我覺得都是只攻擊一點不及其餘的 所以她也很難構成嚴肅的這種公共言論 但是我覺得有價值的可以拿出來去分析的 那個並不是很多 如果說台灣政治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比方說他冒出來一個新人 黃國昌這樣冒出來一個新人 突然有人會站出來說 我跟他是中學同學 我們大學同學 我們是最早在什麼什麼 就是台灣這個政治之間 他會有更熟悉的人出來去解釋 或者他有表達 日本政治裡面沒有這些東西的 日本對於這個政客的了解 其實就是貼身記者 或者是長期跟蹤 他的記者會有比較詳細的表達 其實普通人都離這些政客蠻遠的 我覺得就是日本的政客 不像台灣政客那樣接地氣吧 台灣政客就有時候你在一些 什麼牛肉麵的小店啊 你在一些場合還是能夠見到的 他們也沒有太多價值 但是日本的這個 只要是眾議員這個級別 就約都很難 然後更不要說說 對他們有特別深刻的 長期的這種觀察 這個真的是 只屬於國會記者的那個範圍的 所以日本政治的透明化 跟台灣比還是差好遠的 由此我就推出說 一般人 一般人 就是一般日本人 對他們自己政客的觀察 都很淡薄 更何況在日華人 所以我是覺得不構成公共言論 雖然不構成公共言論 但是我覺得還起碼可以看到 大家的一個情緒 只不過那個情緒 它很難形成什麼力量而已 但是您剛才 對剛才跟那個賈家老師 我覺得提到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就是 其實台灣和日本的大眾 對政治的 對政治的熱情 我覺得可能還取決於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兩邊的選制不同 比如像日本它的 台灣這邊就是直選 不管是那個 從議員到這個總統都是直選 但是日本它不是 它是屬於間接選舉 再間接選舉 我覺得這個也比較 對也比較取決於 還是上次我們 上次我們對談的時候 我記得你說的 很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日本的民主 它是從天而降的 它不像台灣 台灣人的民主 真的是自己去爭取的 從街頭一點點走上來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一樣 所以今天聽賈家老師 這麼一分析 我覺得就是我們 雖然我們可能最近 對於史破茂的很多新聞 我們都比較熟悉 但是這些新聞的背後 怎麼產生呢 它到底是代表著什麼 我覺得今天聽賈家老師 這麼一解讀 我覺得比較清晰 所以呢 就是 其實在台灣 說實話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台灣 整體都可能比較支持 不管是美國還是日本 可能比較支持 更偏右翼的 這個政客 因為他們他們會有更 他們在就是 在得罪中國的這個層面上 他們沒那麼多顧慮 所以呢就是 他們的言論呢 聽起來也更支持台灣一點 所以大家對他們更熟悉 所以我就是更想聽一個 像賈家老師 你在日本做一個跨文化 跨地域的 跨國籍的一個學者 怎麼來看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也是給我們很大的參考價值 那也感謝賈家老師 謝謝大家 也感謝大家收看這一期的論中有序 艾台客 我們下期再見 記得訂閱轉發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謝謝大家